从60名员工发展到18万员工 从县城工厂走向世界500强 亚洲棉王张世平靠棉花起家 身价高达655亿元 他的经历堪称一场传奇 1946年张世平出生于山东宾州邹平 这里是山东省盛产棉花的地方之一 张世平家境贫寒 为了能给家庭减少负担 他初中便辍学进入到一家棉油厂打工 他在厂里的工作是退棉工 每天得扛100多斤的棉花包 平均每天扛几十包 在这个最苦最累的岗位上 张世平一干就是十几年任劳任怨 在1981年老厂长退休后 张世平便接替了他的位置 成为了第五棉油厂的新任厂长 这让张世平彻底看清了这个厂子的真面目 原来棉油厂只有在旺季时会收购棉花简单加工 其他时间厂内基本处于停产停工状态 这使工厂每年都在遭受巨额亏损 同年国家放开粮油 张世平抓住时机 果断买下一台炸油机设备 在淡季时便带领工人们 进行大豆花生棉子的油料加工 谁也没想到 这个在县城里的油棉厂的年利润 近高达400万元 竟力润排在全国供销系统的首位 张世平因此成为山东省供销系统 第一个高级经济师 还获得时任国家总理 亲自颁发的劳模证书 然而他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 由于行业门槛低且收益多 引得众多油棉厂拔地而起 直接影响到张世平工厂的棉花滞销 张世平便另辟蹊径 选择创立织布厂和棉房厂 扩大工厂业务 没过多久 1993年 中国纺织业开始内卷 无论是棉房老字号 还是棉房新兴都纷纷宣布倒闭 大家都在想着法子全身而退的时候 张世平却开始了逆势扩张 甚至投资3.3亿元收购 想要逃离这场棉房游戏的企业厂房与设备 并取名为卫桥纺织集团 当时的中国处于限制用电的年代 阻碍了不少工厂的生产 张世平并没有碍于现状 反而根据国家出台的政策 自己修建了一家供电厂 自己自足 不用担心受国家限制用电的影响 也实现了用电成本比同行低三分之一 2001年中国加入WTO 这无疑给了卫桥集团一个巨大的机会 张世平大力投资 开始全球扩张 只用了两年时间 卫桥纺织就在香港上市 同时成为全球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棉纺织业的话语权 也被中国人牢牢握在手中 凭借成本控制和全球化扩张 被其他企业家成为西洋产业的纺织行业 张世平却能做到每年都有50%以上的业绩增长 自己最看不惯的 就是那些有了财富之后就带头耍威风的人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行业里面做出成绩 是因为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 并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 这是张世平在某次记者采访时说的 回看张世平一生 从一个农民一步一步成为集团董事长 他的成功除了有敢拼敢闯的性子 更多的还有他几十年如一日 在棉花产业上的坚守与奋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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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